我們看第11題 他說ω是這個 這個有什麼呢? 就是x的11次方等於1 它的一個根 那現在他說 ωK在負數平面上的話 代表這樣的一個點 那他問說 這個p01 這是11邊形 你把它畫在負數平面上的話 是11邊形 你當p0 p0的話就是 就是ω的0次方 就是說 x等於1那個根 從這裡開始 這個p0到p1 p1在這裡 它的距離的話 相當於什麼呢? 相當於是這個 這個距離相當於是 ω-1的大小 為什麼呢? 因為 ω 這個是等於 cos 11分之2π 再加 i sin 11分之2π 然後再-1 你把它取大小就成多少? 就等於根號 這個-這個的平號 cos 2π -1的平方 再加 sine 2π的平方 這跟什麼呢? 這個是p0 p0的話是10 如果是取1的話就取1 一減 平方 再加這個平方 開根 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 p0 p1 它的大小就是這個 它有道理 所以這個 等於多少呢? 四張等於多少? 等於是 ω-1 乘以 ω-1 平方 減2 減2 減1 一直乘 一直乘 乘到哪裡? 乘到ω-10次方 減1 這個也等於多少? 總共有10項 所以我可以把 1的話 擺到前面 1減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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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方 一直乘 乘到 1減ω的10次方 這樣子 好 但是 我們來討論這個函數好 我們來討論這個函數好 這個ω 事實上是 x 11次方 減1 等於1的一個根 好 那我們知道說 你如果一過來的話 就變成 x11次方 減1 那等於0 這樣的話 就等於x 減1 然後這個是 1加 x 加x平方 加到x10次方 等於0 等於0 好 現在的話 這個x的話 不等於1 這個 ω都是互數根 所以 我們加不等於1 那我們加不等於1等於多少? 這個10個根 就在裡面了 就我們加1次方 我們加平方 到我們加10次方 代表呢 等於 等於是 這個方程式的10個根 我們加1次方 2次方 一直到10次方 是這個方程式的10個根 也就是說 x10次方 加這個多少呢? x9次方 加 x加1 等於0 它的10個根 分配是 ω ω 比方 一直到 10次方 那代表什麼? 代表這個多項式 它可以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成 x-ω x-ω 平方 x-ω 10次方 也就是說 那這個0的話 我把它插掉 就是說 這個多項式 我們叫fx 可以因式分解 可以因式分解 當然是在 腹系數底下的分解 這個多項式可以分解成 因式分解成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把x代表到1 代表1 這個代表1 剛剛是11項 剛剛是11 等於這個 這個就是 1-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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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方 一直到 1-ω 10次方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算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 11的絕對值 還是11 所以答案是11